财经晚报我们继续来关心 被周刊爆料坑杀劳工血汗钱的 政府经操盘手谢清良 现在他又被平面媒体踢爆 那么月收入顶多十多万的他 现在竟然是坐有商议豪宅 过着超奢华的生活 究竟他是如何靠着一个月十万的收入 操盘坑杀两亿元的劳工血汗钱 我们的深入最终 位在大安森林公园对面的这栋 秦美蒲针是台北市大安区 最具指标性的豪宅之一 有周刊爆料先前操控 政府三大基金的前安泰投信操盘手 谢清良就是以2.5亿元的现金 大手笔购入 坐有顶级豪宅 己身和秦美集团董事长何明宪 自然美创办人蔡雁平 以及永奉于董事长何寿川等 政商名流做邻居 周刊爆料坑杀劳工血汗钱的谢清良 就是靠着两年前进出银镇大赚后 买下多栋豪宅 过着顶级奢华的生活 根据周刊报道 现金满手的谢清良 报着2.5亿现金 去年买下了中楼层177平 如今总价上开4亿元 一口气增值1.5亿 肥琐思的是 月收入顶多十多万元的谢清良 怎么买得起上一豪宅 500万的话 其实再怎么样 也住不起像青梅铺子那样子的豪宅的 对 更何况是完全没有贷款 然后就是用现金买进 周刊爆料43岁的谢清良 年薪加分红不超过500万元 大学同学都说他为人聪明 还有点臭屁 而且敢赌看准就买 这一次坑杀劳工血汗钱的手法 可是透过精明设计 现在银镇股价80元 人头互买进 8月又加码再买50张 9月上贵后 银镇股价狂飙 冲到每股546元天价后 谢清良右手操牌 让三大政府基金进场撑盘 然后左手卖出 人头户所持有的银镇股票 到了10月初 银镇跌到300元出头 人头户出勤大赚 基金专户却买高卖低 惨赔1.44亿元 平均的成本是大概100块左右 他个人的人头户 可是政府基金买进的价格 其实是500块左右 所以其实相差 真的是非常多 最令人气愤的是 这起重大金融犯罪 直到近日退辅基金 终于提告求偿 才让这个案子重启调查 谢清良至今作用豪宅 后续还有多少未爆弹 劳工散户依旧是代载羔羊 东森财经新闻 众号报道